小米坐好带你去看小姐姐啊带你到飞机场接小姐姐去 腾冲到了 目的地到达了腾冲机场腾冲 小米放出来了让小米露露脸哦哟好嘞 机场回去只有1.8公里四分钟就到了 这个角度那个树挡出来的感觉就出来了 不愧是自媒体up主感觉就出来了 远山真的 这阳光 小米的胸带跟你衣服好搭哦 是的 前面就是高黎贡山 老规矩早上8点36分温度18度 湿度60%给大家汇报一下 好了这个沙发胡子哥一个人霸占了 为什么呢 昨天我就睡这个女儿来了 我就把枕头啊被子那些都拿过来 一扑很方便 长起来那个窗帘一拉 我可以洗来刷牙 他们休息他们的都可以的 窗帘拿过来 这个沙发很长 这个沙发长到什么程度呢 我把这个靠在这个脚这边啊 我的个子太矮了 这样睡下来还顶摸到很舒服 这脚踩在这上面暖暖的很舒服 然后这宽度也够 直接睡到7点50多分啊 我手机早上醒过来 我以为是半夜里醒过来 其实已经到了7点50多分 就8点钟了嘛 好现在我来切这个啊 这叫什么 腾冲的耳丝 我还没切过第一次切 现在切好了就成啊 它切的面条一样是吧 嗯 对 哦 这样细的是是吧 嗯 好 明白了 再蒸一蒸 好 起锅烧油 我来烧啊 小米昂 你还睡啊 已经8点50分了 太阳才刚刚升起来 照在这边 照在上面的房车 外面温度蛮低的 晚上只有两三度 所以我们把漏都放在这儿 蜡漏 咸漏啊 这些都放在这儿 像冷冻一样的 就相当于一个冷藏式了 车内还是很暖的 车内我们开了就烧 好 现在烧耳丝 这个好像有点多也放进去 切的还不错啊 一条一条的 你今天早上表现 干大事 好了 早上我们在房车的小空间里面 也忙活起来了 大家都分工合作 洗衣机好像也在工作了吗 分钟啊 你是用加温洗的是吧 对 就是热水了 哦 比如5.1千瓦 我们这个分工 这个费电 洗衣机加温室 哦 真的5.1千瓦 百分之九十亿的电量 我们要扛住6千瓦 哦 这个加热的洗衣机很厉害的温度啊 要5000瓦 两个加起来 当然这个是1500瓦 这个也不用 这个差不多 功率不大 分工合作 一轮占一盘地方 还是很识相的 占领这个窝就可以了 他说我只占55乘以50 0.25个平方 它就够了 这个说有些人这个不吃的 他其实这个不用农药的 现在很多青菜都用农药的 好 我们现在出发24公里 到什么小站 马玉谷温泉小站 你看我这金色的太阳 直接反射到这边来了 这一个是地图 这个也是地图 全屏一下 这是四炉监控 我们房车的四个影像不同的 那是可以全屏的 也可以小屏幕的 我们来看设置小屏幕的地图 这是小屏导航 就中间这一块的 不是全屏了 有几个导航模式 前面的抬显的话 通过摄像头是不合理 就像你的温暖有够了 不妨温柔 你推开我身处的双手 你走吧 最好别回头 附近的漂流 自由的渴求 我们看这个小朋友在哭 还在笑 你把脸的这么大 毛巫 我像风一样自由 就像你的温柔 小米玩的 最自由自在的 抓个老鼠出来 你推开我身处的双手 你走吧 最好别回头 有几个老鼠 在茅草洞里面还挺暖 不着 往下面走 下去 谢谢 小米下来 我不知道怎么去了 现在已经 回到刚才 水里面 这个迷你型的 迷你型的鸟 小米 啪 我永远塞进去 我屁股 动都不敢动 尿都在我的手上 小米出来 我们走了 我把他抱出来 欺负你是不是 对不起 山林里面包场了 又是没人 这边吃饭的话呢 我们要走这边过去吃饭 这个饭店也够隐蔽的 这个饭店肯定有后门 不然它那个东西都装不进来了吗 看要跳过去吗 吸饮 对 隐藏在森林当中的 我们去饭店是走这样一条小路到里面 好 从树荫里面看到阳光了 这路在哪里呢 哦在上面 找到 我们的香味 你看 外面舒服 外面 外面 可以炒菜了 好 这边 四人 小米 好了 我们爬上来 这个地方位置还不错的 蛮高的 在上面的一个瓶子 又能享受阳光 又能享受美食 披萨来了 齐了吗 还有餐吗 嗯 就三个够了 齐餐了 这边中菜要提前点着 吃西菜 蛮好 浩漢感觉 吃好饭 我们就这边坐坐 晒晒太阳 也蛮好 现在冷了 好烤火 你看 一个小炉烤火 也蛮 这个炉也不错 烤 然后 这个是凳子吗 这个很有少数民族的 很风格的 荒冷漠 它这个脚垫也很有原生态的感觉 是那种棕树的 树的外面那个棕 做梭衣的那种 对 梭衣 那吃好饭还是要走这条路下去啊 从哪里来 从还是哪个小路下去啊 不过吃好饭也可以放松一下 走两步 看都是竹林 非常的养野 康养 很合适的 还要走这个独木桥 独石桥 这可以 在棕林里的感觉 小棕林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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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到那一个 应该是几楼垃圾桶一类的 那大家能猜到这个竹竿是干什么的 这个毛竹上面打了孔的 是干什么的呢 因为有你和我一起 人生多么美妙 记得保持微笑 美好生活都将你拥抱 那我们来了 整个就是包场也是 整个我们转一圈 包括地下室都是包场 所以呢 连那个地下城车库 设费都不收我们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两个小时吧 差不多 应该是两块钱 不是这个钱的问题 它少出来也是零元 可能是新能源 新能源牌照的照片 或者他们这边有优惠 多空旷 你看多空旷 这时间来完整很舒服 很休闲啊 又晒太阳 我们接下来去师弟公园 是吧 师弟保护区 好嘞 我只是要抱来一个小娃娃 小娃娃睡着了 小娃娃呢 毛毛黑黑的 毛毛 藏起来了 我们可以进公园了吧 电彩腾冲 神奇师弟 他们小朋友下去抓鱼的 霓虫 你看 抓到了 你可以拿回家烧的呀 哦 小朋友厉害 不怕冷的 在水里面捞鱼 好 趁着夕阳夕下 我们就回来了 小米对吧 我们回来了 然后把电也插上 这边两个充电桩 其实快充3000瓦完全没问题 7000瓦这边能支持 但我插个1500瓦了 慢慢冲啊 一个晚上 总能充满的 看冲多少时间啊 打开车门 它就启动了 1.4000瓦就够了 18个小时 慢慢冲 明天八九点钟 又满电复活了 今天跑了100多公里 100公里差不多 一半的电46 停车场 还是我 包场 现在还没有增加车辆 连续三天都是一个人住在这边 就我一台车 三个人 包水包电 还蛮爽的用车 也没人来打扰你 小院子也蛮大的 东西就放在外面 需要冷床的在外面 因为外面的温度大概是 晚上就两度三度 白天的话20度 车内一直是20度 小米对吧 你看18点09分 车内还是20度 湿度一直控制50% 那这个是湿路监控 看小米在外面 在哪里